明天明天晚上11點就會上演倫敦打比車路士對熱刺 這場賽事至關重要 車路士要拿回前四 就必須要靠這場賽事去收窄 跟第四位熱刺五分的距離 否則之後都可以說沒什麼機會 沒錯,熱刺還會對曼城 但到時曼城可能就已經拿到英超的冠軍 你可不可以再寄望 可能已經無心戀戰的曼城 去幫你擋住熱刺 況且車路士還要對利物浦 利物浦為了要穩固前四 一定會奮勇作戰到底 車路士已經水深火熱當中 這一場的倫敦打比 都可以爭奪前四的最後一戰 由於這一場是車路士 最重要的今季賽事 所以我的預測 都會做得盡量詳細一點 這場球打和的話 其實就沒什麼作用 必須要贏 但必須要贏這四個大志 和車路士慣常的三中堅 擺在一起 就會非常之尷尬 因為三中堅一向在足球理論上 都是無法煮光 如果依然 還有人想質疑這個足球理論的話 請你看一看一個事實 上年車路士引進三中堅 整個英超都未適應 上年車路士甚少面對死守 但是 今年 完全應驗了我所講 整個英超都知道 要死守了 那就完全考驗所有強隊的主攻能力 曼城 4231 就是主攻 英超比賽中 只剩下第一場的賽事 是正選用三中堅 就算比進 曼城今季大概都是三 至四場賽事用過三中堅 都是非正式的統計 有些 還要比賽尾段才用 即是其實基礎曼城今季 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四個後衛 四個進攻點去主攻 曼城現在排第一 曼聯 曼聯都是很少用的 只不過是針對性部署的比賽有用過 強強對決用 理論上 他們 絕大部分的時間對著藥隊 都是會用四個 進攻點 四個後衛 雖然曼聯真是沒有什麼主攻力 但是他們起碼都真是會用四個進攻點 而不會用三中堅 曼聯是排第二 利物浦 都是很少用三中堅 利物浦排第三 熱刺 去到貴中 之後就已經沒有再用三中堅 及時的醒覺 現在熱刺就回到第四 車路士繼續堅持 長期用三中堅用到現在 本來 其實貴初去到貴中都有第三 不過 長期這樣用下去 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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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了下去第五 搞到現在 水深火熱了 阿仙奴堅持三中堅的心態 就僅次於車路士 加上 球隊整體的級數問題 以及教練極度傻仔的關係 現在就走到第六 你就會完全看見 三中堅基本上是操控了所有強隊的排名 上年 三中堅可以拿冠軍 今年 接近 完全沒有前四的機會 是很大的反差 車路士 當整個聯賽生態 環境完全改變的時間 立刻反映了 三中堅 是一個 適應力極度低的陣式 一打不到 來回高速球 基本上是毫無用處 今天 對著熱刺 我們有沒有可能會寄望乾地把心一環放棄三中堅呢 雖然我都是建議過車路士要轉回433 不過 這一個長遠的建議 短時間內突然之間轉433 我都只可以說 不會立刻有好的結果 成績或者效果 你都沒什麼可能 短時間內練得成 而且長時間 這一季都沒有練過433 突然之間在一場大戰裏 最重要最關鍵的比賽裏面轉 就真是太過高難度了 所以站在乾地的立場上 始終這場大戰 我都認為沒什麼可能 會突然之間轉4個後衛 所以都是想三中堅 只不過是3-4-3還是3-5-2 近期就用多些3-4-3 但是乾地這一份人 可能是越關鍵的比賽 就會越保守 所以 亦有可能是先行 3-5-2 一路打和 去到最後真的要贏了 才轉3-4-3 博一博 不過怎樣都好 有一件事 車路士是絕對不可以做的 就是絕對不可以用 銀河唯一基奧特正選 如果大家看到正選陣容那裡 有銀河唯一基奧特的話 即是表示了車路士今年爭奪前四的追逐 可以畫上一個句號 因為銀河唯一 只可以幫你提供主攻的服務 但是車路士三個進攻點 基本上很難可以透過主攻 撕破熱刺的後防線 雖然 熱刺有兩個計時炸彈 包括奧利耶 或者這個是 山齊斯 但是其實 兩個計時炸彈爆炸 絕大部分是發生在被人打反擊的時候 如果死手 收縮防守的區域 收縮對方進攻的空間 其實他們兩個出事的機會 不是很大的 甚至他們可以不上陣 車路士正選根本就不會有什麼希望的 你說 我反擊就可以了 沒錯 但是 你不可以帶銀河唯一基奧特去反擊 他中短期進攻都不是好做到的 所以他只可以打後備 有需要才出來搏殺 高空軍站 明賣明賣 正選出他的話 就會沒有變化的空間 所以大家一看到他正選的話 都可以立即理解為 車路士今天沒得贏了 摩拉達 捕總盃 有波入 他打反擊 一定比銀河唯一 我明白 基奧特 都是一般 但是以這一場的比賽來看 由於真的不是對弱隊 所以你始終都有機會打反擊 摩拉達 怎麼都好過銀河唯一 就算 是夏薩特做假狗 搭著維尼安 和柏道 一起打都好 我都認為是好過出銀河唯一做前鋒 前鋒的位置對於車路士來說非常決定性 但是對於熱刺來說 同樣都是 直接會決定熱刺的取態 說到熱刺的取態 今天似乎是難以觸摸 今天是星期六 明天才比賽 我已經特意選了最問水的那一天 去和大家做個預測 因為要繼續留意 哈里簡尼的情況 最近一次的訪問 普哲天路就說 他康復的進度是非常理想的 絕對不排除有機會派他上陣 其實他能否上陣 真的很決定性 因為哈里簡尼 如果缺陣的話 其實熱刺前鋒的選擇 就會剩下路蘭迪 一看就會知道 其實路蘭迪 只可以幫熱刺打主攻 路蘭迪是沒有什麼打反擊快攻的能力 雖然我都見過他打過反擊 而且 他真的很努力去做假狗 但是他做完假狗 之後衝上去真的不夠快 所以去到最後的效果 他打反擊也不是那麼好 所以 有他出現的情況下 如果玩三個進攻點 即是4312的話 反擊效果也不會太出 好了 你也一定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 4312 三個進攻點 我大可以不選擇路蘭迪 那又行不行 如果你不選擇路蘭迪做前鋒 你可以選擇誰做前鋒 熱刺 就沒有第二個正式的前鋒 你數下去 就是敏大人做替攻前鋒 不只是嚴格來說 就只有敏大人一人 進攻鐵三角另外兩個選擇 就只有 艾力神 和 迪利艾利 那就是變成怎樣呢 正三角營 正三角營沒有反擊力 就不是第一次跟大家解釋 最好的證明 就是他們因為用正三角營 在英超的第一個循環 輸過給阿仙奴 所以 有路蘭迪的反擊道三角營 和沒有路蘭迪的反擊正三角營 所做出來的反擊效果 都是差不多 都是沒有什麼效果的 所以 這裏 先來個總結 第一個可能性 就是車路士有銀河唯一去343 對著熱刺 武哈里簡利三個進攻點 比賽就九成機會打和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車路士有銀河唯一 343 對著熱刺 有 有啊 有 哈里簡利出三個進攻點 熱刺 六成機會贏了 其實 已經說得保守了 因為要計算哈里簡利剛剛復出 沒有太好的狀態 如果哈里簡利是有狀態的話 熱刺其實有八成機會贏的 現在呢 剛剛復出才給六成他們 第三個可能性就是 車路士不用銀河唯一 343 即是三三勝勝 對著熱刺 沒有哈里簡利 沒有哈里簡利三個進攻點 車路士被看過一線 車路士四成機會贏的 四成機會打和的 即是有希望了 但是如果 熱刺有哈里簡利 七成機會打和 熱刺就會因為防守力好一點 被看過一線 最後一個可能性 就是車路士不要銀河唯一 但是352 即是不生勝 對著熱刺沒有哈里簡利的三個進攻點 九成機會打和 但是如果對方有哈里簡利 熱刺都是有六成機會贏 又是趕得倒手了 而車路士是接近 沒有可能 接近沒有可能 三四一二的 因為巴克里 出場機會太低了 是未夠fit 是有傷在身的 根據上述的可能性來看 因為熱刺的哈里簡利當然可以完全阻止車路士差前四 但是其實銀河唯一 和352 就更加有害 更加能夠完全阻止 車路士的前進能力 就算你說 車路士先行352 之後轉分343 不過我都是覺得 先落後的機會太大了 用352 因為熱刺的行軍速度太過快了 比賽很可能很快就會入球 而先入球的機會 大一點的都是熱刺 車路士落後了的話 對於他們來說 根本就可以說是玩完的 因為落後了用三中堅 就可以說根本是完全很難反級的 再根據上述的可能性 對於熱刺來講 哈里簡利的確就是至關重要 如果有他在的話 就算用四個進攻點 有進入主攻陷阱的風險都好 我認為傷害性都不是說十分之大 因為最近我都看到熱刺開始懂得做 中短期進攻 有這個盡快完結攻勢的傾向 所以只要出現哈里簡利的話 其實比賽的品種到最後 都很有機會變回 高速來回球 熱刺即使是進入主攻陷阱的機會 就會變得不是很大 如果 熱刺有哈里簡利四個進攻點 對著車路士的352的話 熱刺依然有四成機會贏 四成機會打 如果對著車路士343 但是有銀行唯一的話 就三成機會贏 五成機會打和的熱刺 只不過 最怕車路士三三勝勝 343沒有銀行唯一 七成機會打和 熱刺就會因為 不夠這個 中場的防守力 車路士有兩成機會贏 被看過一線 結果你會發現 只要熱刺不好 用四個進攻點 理論上危險性 都不是很高 但是如果 他們已經是沒有 哈里簡利 只有露蘭迪 還要用四個進攻點 那就大劑大鑊 最大可能的配搭 當然就會是 迪利艾利艾力神 敏大人 再加露蘭迪 這樣 就沒有辦法 針對到車路士左右兩邊的防守弱點 或者叫先天性的缺陷 熱刺四個進攻點 一向我們都知道 只是敏大人拉左邊 沒有人拉右邊 只是針對到車路士的右邊 車路士的左邊 就很舒服了 除非熱刺用 盧卡斯摩拉 不過我覺得 大戰來說 盧卡斯摩拉 機會也是不大 所以 如果這樣的話 就沒有辦法拉邊 威脅所有車路士的左右兩邊 加上 露蘭迪理論上 就做不到中短期進攻 所以熱刺一定會進入主攻陷政 這樣的話 車路士反而就會有希望 但是都要刪勝 如果車路士不刪勝的話 有銀河唯一 只是七成機會打 車路士因為主場 看高一點 但是贏機會不大 如果 去到352 九成機會打 完全 對於差前四是毫無幫助 所以 一定要生生勝勝 車路士 用343 不用 銀河唯一 勝出的機會 就有四成 和四成的機會打 所以 熱刺四個進攻點 絕對 不可取 其實由於熱刺打和 這場的賽事 都非常之好 結果 因為這樣 都可以繼續保持 跟車路士的距離 所以熱刺應該要 保守一點 所以我更加相信 普遍天途應該 都會 只夠膽出 三個進攻點 這樣 對於車路士來說 當然 就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 各位車路士 球迷 其實都應該要開始 有些心理準備 今年 爭奪前四的 最後垂死一戰 其實很大機會 是set ending 好了 這裡 呼籲大家幫手 click一下廣告 按廣告 彈個廣告視窗 出來的 因為這樣做 除了 是可以鼓勵到 小弟繼續 專注做這個頻道 之餘 大家也可以 繼續免費 看片 聽片 廣告有多種 例如大家用電腦看 我片的裏邊有 Banner 我片的右邊有 有廣告這樣click一下 它彈個廣告視窗出來 就可以了 如果用手機看的 也可以留在片的下方的廣告 按一下就可以了 Youtube還會時不時 插入一段 片的廣告 這段片的廣告 大家除了播了它之外 還可以在這段片的廣告裏邊 找廣告link click一下 如果用這個是電腦看的 廣告link會出現在 左下角 用手機看的廣告link會出現在 右上角 今天 沒有其他的比賽可以說 4點半開始 會做直播 就會玩Korea Mode AC米蘭歐霸的決賽 另外也會和大家 聊一下波京 或者切磋一下 FIFA18的球技 稍後 下午再見 拜拜 拜拜